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要吃面条 运动员 我看一下你这个嘴唇怎么涂得这么黑 他是扎海的闺蜜 你叫运动员 他今天又来我家送饭 这么怕西娃威 你会做面条吧 就是以前你撒了那里那种面条 今天晚上我们吃了个 反正再见吧 你们再见也不吃肉 然后我来今天晚上也想吃那个面条 等下你做面条 然后我教你炒那个辣椒酱 然后你来去生活 然后运动员帮忙 这里面粉可能还两三斤吧 一勒夫了一勒夫 一勒夫那行吧 你来软面 这屁股也都太圆了 你做什么 哎呀你们当地女孩子都喜欢跳舞吗 两三个月没有吃过那个鸡婆头了 这他的工作法是吗 对 哦以前那就是软面的 难怪看起来比较六数 就是在搞多年吗 这个运动员 以前人家在阿拉伯国家待了四年 训练了一个运动员的 相当的哇塞 这切菜也是不错的 什么桌子 桌子 他在干嘛 他在学中文 对 这比较勤快 这女孩子 看一下 这是阿玛丽亚造福的 对 这能学习 过个四 三年 这能学习 谢谢 哈哈哈 这个辣椒吃 好不好 可以 够不够 够了 你放在 我吃 你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吧 等一下再炒 可以 这个明天好好 我看一下 可以啊 这个什么 收入煮 30分钟 还有30分钟 啊 OK 他也知道要发酵一下啊 现在把火升起来 然后炒了个辣椒 这是什么造型 四大金刚 这个来 拿点油 那个辣椒调料 今天晚上的辣椒酱 让那个芋里面来炒 哇塞 这个水都没搞干啊 我的 我的妈呀 有这么怕吗 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对 这个人 这个里咯 巴嘎巴嘎 你会不会你 也要叫人家巴嘎 这个调料多放一点 没关系的 放酱油吧 放 哎 怕啥 好 OK 这下子又是你叫巴嘎了 鸡心那些人弄过来 还来个13箱 等一下也要放 OK 特地加美 这个也会特地加美 一点点 OK 这个是 香不香 香啊 好 好了 可以了 把起锅 这个不至于是螺蛇粉 来排锅了 一个不正一个人完成啊 这里就种起来了 现在用啤酒瓶来压一下啊 把它压平 这就是我们四床的鸡婆头 这个拉薄一点 拉厚了的话 把你还拉断了 拉断了就放在那里吧 拉厚了的话 等一下煮起来不好吃 知道吧 最后一条下锅 煮起来就可以吃了 这个鸡婆头拉厚了一点 煮了这么久都还没煮透 中间还有点夹生 放放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好吃了 放吧 香菜搞点 这个要不要你们 这个好 你会吃 这个运动员刚才从房间那边跑出来 坐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坐 你不喜欢吃这个 你不吃了你吃那个土豆吧 哎呀我的妈呀 有辣椒把我抢惨了 你们吃饱了没有 饱了饱了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就他不喜欢吃 他不喜欢吃 让他等下继续吃 你去拿吧 好吃 好吃 好吃只有下次吃了 没有了 早上一起床 就看见他们三个人 坐在桌子上面 都开始在学习 大家好 我是黑娃 大家好 我是奶娃 大家好 我是乐生 大家好 我是一鸣 最近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因为这几天 我们都在家里面 最是梦死 至于为什么呀 下次给大家讲一下 以前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跟娜娜见面是两个月以前的 然后也是朋友介绍相亲为目的的 当时彼此都看上对方吧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搬到我家里面来两个月了 经过这两个月的接触 我觉得这个影片还是比较单纯 非常的不错的 都说也愿意这样子去交往下去 最近他们的中文呢 也非常大的进步 我现在用中文问一下娜娜 他现在能听懂多少中文 娜娜 你现在能听懂多少个中文当词 五百个 那也可以啊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能听懂两百 现在已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 能计数五百个了 还是好了 我慢慢的长进嘛 罗斯文就不用说了 罗斯文现在两千 应该不止了 两千五 两千五 罗斯文进步是特别快的 现在是非常适合可以做一个助力了 给中国人做助力那种 你能说多少个中文 八百个 八百个 玉米妹最近学习也是非常进步的 因为我看得出来的 拉拉也是非常勤快 我没有让她帮我洗衣服 她自己每次主动就把我的衣服拿出来洗 如果以后有机会 让他们在中国待一个三年两年的 他们的中文学校应该是非常快的 注意哦 然后认识了在外面摆摊卖玉米的玉米妹 然后来到我家里面工作 然后再到朋友街上相亲的 拉拉过来 一时 这一日子来 我觉得他们三个应该是我在非洲体面的两人 最重要的人了吧 他们三个也是非常文秀 非常不错的 衣服洗好了 他们当地女孩子从小就跟着家里面干生活 干家务 很多事情他们都会做 但是一旦跟我们中国人接触的话 他们很多事情都不会做 比如切个菜 洗个菜 还有清理各种什么电子产品的 很多人就会说 非洲人很笨 很懒 其实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因为在非洲有很多国家的人 他根本就不会吃我们中国的蔬菜 还有那些调料 更不用说建都没建过了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当地很多人村没有电的 更不用说用常用电子产品 所以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建过 更不用说去怎么操作 得我们去教他们 罗斯文和韵魏刚来我这里的时候 都是人手配了一部手机 拉拉来了两个月 我还没送过他什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衣服和那个平常生活上面用的东西 都是给他买了的 我这也没有多余的手机了 还有一部贵用机 这个手机本来是拉拉拍视频用的 然后我把它送给他吧 菜切好了吗 菜切好了 我看了一下拉拉的手机 用的一直是棒棒机 所以后面我把这个手机送给你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你拿去用吧 我很高兴 也很高兴 又不好意思了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们三个人来我这里 他们都是来自于 SF比较不同的州 他们家乡都是发生打仗的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拉拉的身份证都还没有的 所以后面的话 我要找个时间去把他身份证给他办了 他说我是艾瑟人士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出来买羊了 自从上次他们当地过完新年到现在有一两个月都没有吃过羊肉了 今天和朋友们来当地的龙默市场买羊 结果到了龙默市场今天不敢急没有羊 路上碰到一群小孩子告诉我们 说他们认识当地私人家里有羊卖 然后就带我们来到一家当地的私人家里 当地的大哥给我赶了四五只羊出来让我选 我和罗斯文选了一只 差不多有四五十斤吧 羊是选上的 结果一问价格 大哥给我报价8500 和人民币差不多580 以前经常看我买羊的大哥们都知道 埃塞俄比亚除了首都 别的城市就没有8500这么贵的羊卖 这大哥报出价格之后 他自己都在笑 可能今天他也知道龙默市场不敢急 没有羊卖 所以给我们报价高 转头我们就走了 然后回去的路上在一个当地人家里 买了一只山羊 也是8500块钱 在埃塞俄比亚 山羊比绵羊贵一半 这只羊也有四五十斤吧 最近没有怎么更新 因为每天都在家里面没有出门 跟朋友们都在一起 然后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最近关于埃塞安全的问题 这十来天 我了个做生意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家里不是吃 就是喝 要不就是打牌娱乐 因为最近埃塞俄比亚的安全 特别的不好 然后朋友们做的生意 也是需要去到 偏远山区里面的那种山里面 本来我一直也是打算去 螺蛇粉 还有玉米妹 辣辣 他们家乡一个家乡去玩几天的 但是呢 我也不敢去 玉米妹的家乡 是今年上半年才打完仗 现在他们的当地政府 还处于那种重建的状态 安全特别的不好 辣辣和螺蛇粉 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州的 到目前为止 他们脑架都还会出现那种 繁补装在 然后一出现当地的警察 都全部跑回家了 政府也不上班 所以说安全更不好 我更不敢去 网络也被关掉了 他们那里 其实我朋友他们 做的这些生意 他们还是绕开 这些安全不好的地方 绕开是绕开了 但是上个月 他们还是遇到了 不安全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 带着司机 带着翻译 去到一个偏远山区里面的 一个当地人的矿里面 去的时候都好好的 也打听过了 都非常安全 但是去到了里面以后 然后结果那个矿区里面 发生了那个繁补装 逼逼逼干起来了 当时矿区的矿主 叫了他们当地的派出所 开了两辆车 背着逼逼逼 两码把我们朋友送下了山 朋友们连夜就赶回来了 赶回来的路上呢 又遇到当地的武装检查 武装检查呢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一个当兵的 又拿着逼逼逼 抵着我朋友的胸膛 后来经过翻译解释 原来是一个误会 我们几个人住的地方都在一块 离首都只有30多公里 相隔的话还不到500米 所以说大家彼此也有个照应 这里也比较安全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天天在家里面搞吃的 也不出门 反正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安全也比较好 在这些国家做生意的话 像你往外面跑 做的这些生意 它就是比较危险的 你如果说是在工厂里面的 在园区里面的 它就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园区里面 它都有部队在那里面驻扎的 还觉得打工的比较安全 打工的天天24小时 几乎都在工厂里面 它也不出门 老板也不怎么允许私人出门 所以在国外挣钱都不容易 一不小心小兵就丢掉了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想到这种有战断的国家 做生意的朋友们 还是要考虑清楚 这期的视频 讲述的都是身边的人 发生的真实的事情 这出来非洲工作 已经两年多了 然后我今年的工作 还已经到期了 预计后面几天的话 我就打算回国去了 然后他们三个人怎么安排呢 特别是娜娜 娜娜来我这里 差不多三个月了 她刚来过了 两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筹备 再给她办那个身份证 因为他们家都在打仗嘛 所以说办身份证 她也回去不了 因为那个时候 离我ID到期 还有三四个月 我那个时候就在策划 把他们身份证办好之后 再一个人给他们办个护照 然后把他们三个人 都带到中国去体验一下 看看我们中国的发展 看看外面的世界 螺丝粉和玉米味的身份证 已经在他们的家乡办好了的 然后已经带到了 我这里来的 只有娜娜他们有身份证 所以我想的是 把娜娜的身份证 移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来 这中间的话 就需要找很多中介 还有他们自己要去申请办 但是他们自己去申请办的话 他们也办不下来 所以中间找了好多中介 也花了好多钱 但是好多中介来 他也是骗子之类的 他们自己去办 办了一个月都没有办下来 中介找了十几个 钱也花了很多 然后还是没办下来 他们办这个身份证的办公室里面 终于是把那个娜娜的身份证 给他搞定了 然后隔天我就带着他们 到当地移民局去办护照 因为当时娜娜来的时候 办护照的话 托人的话 只要一个星期就得拿到 然后我们进到移民局的时候 结果移民局说 当地老百姓全部停止办护照了 如果说你要办可以 把钱先交过来 半年之后 然后我再通知你们过来填资料 资料填好之后 然后半年一年之后 我再通知你们过来 看有没有办下来 当时我想着 在非洲这不就小事情吗 托人花点钱就搞定了 然后隔天 我就打电话给很多朋友 结果他们到处就问 不行 然后我也联系我的房东 因为我房东 他也是首都机场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的朋友也是那个移民局里面的工作人员 然后他也告诉我的事 现在停止办护照 连他们的官员都不敢发护照出来 发出来的话 谁发的 谁就把工作给除掉了 然后当时我就懵批了 我说那这怎么办 直到临近我的ID快到期的一个月 天天都在不会他们这个事情再跑 结果都是弄不下来 没办法 我就只能先回去了 一方现在都天黑了 罗斯文他是知道我要回去的 因为前几天都是他一直跟着我一起在办各种的证件 然后娜娜很愚昧 他们两个人还不知道 其实我为什么要今天现在才告诉他们 因为之前娜娜来的时候 罗斯文就跟他讲 我还有三四个月 我的ID要到期 到时候我要回去 那段时间他就天天的哭 他说我回去了之后我就不来了 所以这次的话我就是到了这个点 我才告诉他的 好吧 你去叫他们两个过来 然后告诉他们 OK 坐坐坐坐 把凳子拿过来先坐吧 坐近一点呢 你们坐那么远干嘛 他们两个知不知道我的ID到期了 什么他说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就这两天了 然后我就要回去中国了 我让你回去中国了 坐吧 因为他也知道现在你们的护照 现在也在办 对吧 也办了很多次也没弄下来 现在我到ID到期了 我必须要先回去 随便到阿倫去 不来吧 我让你回去 没有 现在我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我知道 现在我给你们安排啊 我二人去 你们 你看他又开始不开心了啊 然后你 我到时候我去中国了之后 然后你去跟着老我朋友他工作 知道吧 去哪里 你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们 我的朋友他们知道我要回去 大家都打电话过来 要你去工作 知道吧 所以说你去工作 要到时候你好好的工作 发自在那里 踩鼻子 他会给你工资很高的 你不要问工资 你只会 只要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 到时候工资 他会告诉你的 反正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的 知道吧 然后你房租 吃到明年的 你知道的 我们租的房子 明年才到期 对吧 然后他们两个人 就住这里嘛 住这里 他们每天就学中文嘛 学中文 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再去想办法 问一下那个 护照怎么办 我也在找中国人 我也在找他们帮帮你们弄 弄好了 我再过来 我再回来 你们护照拿到了 再过来接你们 知道吧 因为我现在是必须要离开 我现在你知道 一天十块美金 现在是一天十块美金罚款了 如果我不走 那么就只能这样子了 所以说你们这几个月就忍一忍 是吧 然后这个是你们政策的 国家政策的问题 我们也没办法 他又开始哭了 然后明天早上 他今天我朋友已经打了一笔钱 在他的那个卡上 到时候我把你们工资 也发剩下的钱 你叫给他说 给他 我就把那钱给他 你把护照passport拿到了 我要过来的 也没办法 只能说现在 等等看呢 看你们的政策会不会变 因为你们这边 你也知道 他有时候不一样 有时候也可以 但像上次前几次 我们去了那么多次移民居 都不可以 我也拖了那么多人 找了那么多关系 也没给你们弄下来 给他下一个wechat 因为我回中国了 我要用中国的一匹 这边呢 我就不用了 你就用wechat 你用wechat的联系我 然后我有电话的number 我给他 给你们 你们有事打电话给我 我叫他 扎海南生活 在这里住着 学习中文 因为你的中文 你学的现在不行吗 别的中国人他也不要 对吧 你就算是去工作 他别别中国人用不上你 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暂时就在这里住着吧 中国飞到时候 我都给你们的 他们嘛 你有工作 你就不要 你要搬过去的 知道吧 你告诉他吧 明白吧 嗯 好 我这个哭了 又跑进去了 等一下给他好好说说 你们啊 我跟他两个沟通深入 又不行 只能简单地说了下 我怕他理解不了 嗯 好 行吧 你们去吃饭吧 我今天晚上我就不吃了 为什么 我今天昨天晚上吃了 今天拉肚子我不舒服 你们去吃饭 那天没关系 我不要 我不要 快去快去吧 这里农村的女孩子就这样子 特别单诚 然后你一听说我要走的话 你说一说我为什么 今天现在这个点才告诉她 如果说我提前告诉她 他天天一着扑 你现在又跑跑进去哭了 等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 怎么跟他讲 哥这样子笑 那个就一直哭了 眼睛都哭红了 好好地跟他说说 或者办法我会过来的 知道吧 我说了 你现在没办法 你知道你们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本来之前我们都说的好好的 把你们全部都带过到中国去 如果我不愿意带你们去中国 我不会去花钱 呃 但你们去运营局到处跑 办正家 对不对 你们也亲自看见的 你们也问得到 所以反正现在吃住 你这房子这里也有的 你就不影响 我到时候再过来就可以了 我到时候有好的方法了 我这边我也知道的 我在中国朋友们会告诉我的 然后到时候需要钱 让他打电话给我 发微信的给我就可以了 我到时候要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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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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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了 哎呀 印度人还一直在我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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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死了 你们就自己慢慢做饭吃了 这是没办法吗 因为国家与国家不一样吗 我们需要证件 所以Document 没有Document 你们的我也不可以一直在这里的 好的 好的 那那其实在我这里呢 平时衣服 裤子还有鞋子 吃了穿的都是我买的 零花钱也给 但是那只是给他 他拿去用呢 他平时问我要钱也是给他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存钱的 他不像螺丝粉和玉米 他们每个月有工资 而且吃住都有 工资都是放在眼镜卡里面都在增加的 其实那那他就根本没钱了 我今天看他眼镜卡里面只有八百块 和人民的可能就只有五六十块钱吧 那今天我让朋友转了一笔钱过来 明天把螺丝粉和玉米的工资一发 还剩那个三四万吧 因为家里面还要多的现金我不知道 但是我全部给他 全部给他的付啊 普通人反正你上一年多的班 不吃不喝才有那么多钱 这三四万块钱的话 也够他开销半年是最少的了 只能这样转 现在是到时候不够的话 我再给他们转 好了兄弟们 现在是艾塞俄比较时间晚上六点 我的机票是半夜十点钟走 然后拉了拉 因为没有螺丝粉 他们都过来送我了 让他们不要来 他们非要来 我没带多少东西啊 就一个红色的包 还有一个行李 然后今天是我朋友开车送我过来的 你拿这个呀 走了拜拜 拜拜 哦好 这个机场就整个非洲最大的一个机场 因为别的非洲国家 他们都要来这个机场转机的 这两个开始在拍照了 第一次来机场 他们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对 好了就在这里吧 最后跟你们说一下 OK了 你们还拍 好了我们就在这里 前面你们进不去了 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进去 然后我走之后 还是以前我跟你讲的一样 好好的工作 一定要听那个老板的话 知道吧 嗯 还有就是中文好好学习 因为现在是非常不错的 好多老板都需要你 嗯 啊 后面就是 玉米妹 玉米妹我一点不好 你学习太慢了 还搞得不行 这个你告诉他 好好的学习中文 那呢 就像暂时这样子生活吧 后面可能就两个月 差不多两三个月 我就再回来 你们的护照也一边问 知道吧 嗯 嗯 好好的生活啊 我就先回去玩了 拜拜 啊 你们有事情 有困难的时候 你们回家的找我 要不打电话找我 找不到我的时候 你去找my best friend 我求我还有欧阳 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我给他们说过了 你告诉我了吧 好 拜拜 拜拜 来 来拥抱一个 来都抱一下 好 拿着这个 好了 祝福好运 祝福好运 还是没没说对 这个中文 好了不要哭了 再见 再见 走吧 我再背一个包 这给我 听话啊 拜拜老爸 叫老板叫我 可以啊就可以了 拜拜 好 走吧你们你们回去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这时间过得真快 一换时间两年多了 然后从刚开始出门的时候 全面戴口罩 到现在的是 全部人都不戴口罩 在非洲工作的两年多时间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见识到了不一样的非洲 给我收获最大的就是 把罗斯文的中文教会了很多 然后可以独立的工作 然后认识了辣辣 女人们 他们三个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现在我已经到家了 接下来的时间的话 我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陪陪家里面的人 然后再见见朋友们嘛 毕竟两年都没见过了 也给他们一个人 带了一点咖啡回来 然后后面什么时候 再过去非洲那边 我等 现在是等 那那和罗斯文他们 再办护照 因为之前问的话 要一年多 如果说到时候 他们认识没有改变 还是需要一两年的话 我可能这段时间以内 我就不会去那边了 然后后面的视频 也不怎么更新了 一路一来 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说我有别的好的 去哪里哪里哪个国家 或者是别的新鲜的事情 有乐趣的事情 那我就会开始再更新视频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这从埃塞尔比亚回来 差不多一个月多一点了 然后想吃的食物 也全部都吃过了 玩的也玩了很多 但是肚子也拉惨了 因为家里面吃的东西太辣了 然后下一步来 我准备有新的行程了 也是去另外的国家 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人到国外去 需要什么样的证件 然后怎么样的流程 我的老家在四川的 一个很偏的农村 早上天不亮 三点多 我就坐了一个野树尔 到成都机场 然后再从成都机场 坐到云南昆米机场 再从昆米机场 转到国外 我这次的行程 安排的是咱们中国的邻国 南亚国家 尼泊尔 因为我没有来之前 我都一直在网上查 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 这个国家 它是佛教国家 也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比较接近 还有一点是 这个国家 它是免签国家 可以免费停你五个月 不需要花一分钱的签证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国家 上面的四个大字 大家看见了吧 不管你是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路上走的 你只要是出境 必须要经过这里 由于我去非洲 工作了两年多 上个月才回复 然后我没有去 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报备 然后海关的工作人员 调查了我一个多小时 直到他们把我的护照拿出来 他说你可以出境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飞走了 我今天出不了境了 还好 我买的这个航班的工作人员 他主动来找到我 他说不是我的错 他说我们为你免费改钱 不需要花一分钱 如果我是以前世界大公安机关打击过的 涉及电渣的人员 他们说我们不会管你的 所以我在昆明待了两天 经过三天的折腾 终于是过了边境了 现在已经到了登机课 现在已经坐在座位上面了 这三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到了 终于下飞机了 到达目的地了尼泊尔 我这次出来是带了80美金 600人民币 到了当地国家 咱们第一步要做什么 他机场里面有换汇的 上面可以用人民币来换 他们当地币 上面两个符合我本认识 这个上面是汇率表 咱们人民币换他们现在是18.3 但是据我了解 外面会更高一些 他这里虽然是免费国家 但是我们到了机场 一定要在这两个电脑上面 申请一个单子 来这个国家的目的 前我没换啊 让那个护照单子抢好了 他们的汇率太低了 他让我换500以上 我到华人区去换10 19点几 我就没换 等下打个飞机再说 然后出来在这门口 就到一家换钱的 他这里汇率更低 可 但是可以换100人民币 我就只换了100块 现在出机场呢 然后钱也换到了 就不用打飞机了 然后我直接打到那个华人街 然后这个流程 就非常的简单的 等下去把那个 宅个华人酒店 然后住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没办 电话卡 现在不着急 等下到了那边那个华人街再办 住机场遇到两个同胞 然后我们三个人拼了一个车 900块 一人300 然后都是去那个华人街 OK 笑一个 哈哈哈哈 500如果 就是500 都是500 那两张你干几回了是 应该走了 啊 现在电话卡办好了 等一下再去开个房间 然后就可以 等到明天再去就完了 OK 拜拜 我也说那个阿玛哈拉瑜的来了 哈哈 好了兄弟们 全部流程全部结束了 也跟你们讲清楚了 最后一步就是开个房间 然后把东西放上去 你要去街上转一转 然后就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在这个酒店里面住了两天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的环境 然后和价格 我住的这个酒店是咱们一个中国人开的 这个小房间里面带了个阳台 然后这里是床 虽然说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他床上还是比较干净 然后墙上刚刷的 看起来反正亮汤汤的 然后我的包放在那个角落的桌子上面 里面还有一个厕所 然后有一个马桶和淋浴 还有一个洗手盆 来这边玩的话 咱们只要找这种做生意的华人 就可以换到钱 我昨天又找了一个老板换了一千块 反正能够用几天呢 这个酒店和当地币一千二百块钱一天 和人民币六十多七十块钱都不到 是不是非常的实惠 那等一下我再下去续一天 然后等一下再一个人出去溜达一下 看一下这边的街景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再续一晚上 好 还是一千二对吧 这是一百 这个也是一百 这是一千的对吧 好 我买饭吗 我买饭吗 我昨天刚过来我不知道这个钱 好 好 先从酒店出来 我门口的这条路上了 所以街道看见有点像我家镇上 老街 我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车 然后这边的车的话 它是右坐的 昨天我从机场下来坐出自车 我直接跑去拿那个司机的门 我有坐副驾驶 结果他方向门在那里 然后司机闭着在那里 然后司机闭着在那里笑我 而且路上摩托车特别多 我来尼泊尔的这两天 总共走了几条街 但是每条街它都是这种小小的 窄窄的 像这种中巴车进入这种巷子的话 还得靠人带指挥 不然可能还开不出去 在首都的这种马路上面 能看到最多的车 第一个就是摩托车 第二个就是奥托车 但是大部分的奥托车 是作为出自车用的 这边的车非常的贵 听他们说一辆二十的踏板摩托车 都要卖到两三千人民币 当地店铺很多都是卖的地方特色 这是卖尼泊尔道的 这里卖的是罗鬼 还有那个阀害用的 这里是卖画的 听他们说这个画好像很值钱 以前在古里见过 具体叫什么名字 我还叫不出来了 这个店的种类很多 也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然后我们拿着人民币现金 就可以在这里换当地币 当地卖的蔬菜 跟我们国内的相差也不大 所以我们的女生化是比较接近的 赚了几条街 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招牌 卖的是清真兰州拉面 像今天吃一碗再说 我发现这个兰州拉面 在世界各地每个国家 还有我们中国每个省每个市 应该都是有兰州拉面的 想让老板车两碗吃了再说 肚子饿得呱呱叫了 我来这边每天 我都是在路上走 到处赚景点 只要饿了 我就找个店吃点东西 面来了看起来还是香味十足 可能是因为饿的原因 这个牛肉的分量有点少 这个家里面还蛮好吃的 还可以味道 只是看着有点干而已 这个菜单还是比较丰富 几十种菜 结果面没有吃完 这餐的面前是朋友去付的 他们两夫妻家我 三碗面条吃了一千零五十块 当地币 和人民币十八块五一碗 你们觉得贵不贵 太便宜了我觉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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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